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豆豉辣酱的做法 首先准备的原料有灯笼椒,干果辣椒,朝鲜椒,两袋豆豉 起锅,加少许的菜籽油,倒入准备好的辣椒 开小火,慢炒 将辣椒炒香 火不要太大 辣椒炒干之后倒出来 将辣椒晾凉 然后倒成辣椒面 也不要太细,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豆豉打开倒出来 然后切一点生姜 先切片,再切丝 然后切成末 去皮的大蒜太散 剁成蒜末 然后装碗备用 倒好的辣椒面倒出来 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烧油 下入豆豉 开中小火,慢炒 将豆豉的香味炒出来 尽量多炒一会儿,火不要太大 炒香之后,加入蒜末和酱末 再继续炒 炒三到四分钟 然后倒入辣椒面 接下来将辣椒面 小火慢炒 炒出红油 然后加半勺的香料粉 再继续翻炒 要不停地搅动 防止粘锅 接下来开始调味 加两勺白糖 再来一勺盐 一勺鸡精 也可以适量地加一点味精 搅拌均匀 将调料炒至融化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 加一点花生米,黄豆或者是芝麻 炒好之后关火 晾凉味道会更好 然后装盘 这样做的豆豉辣酱非常的好吃 拌米饭夹饼子都特别的香 喜欢可以在家试做一下 不好吃你来打死我哦 豆豉辣酱做好,请大家参考 如果你觉得响歌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